也沒有什麼進度 因為我覺得 就是無中生有 或者是莫名其妙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 到底要怎麼回答 去年9月被爆酒后 跟一位酒店沒捨吻 何君祥反駁 更對爆料的葛思琦提告 近期在捲風波 內幕眾說紛紜 何君祥 何小美 這件事情 跟5月的爆料 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公開的場合 並不是在一個 像KTV裡面的寶箱 並不是 表示兩個月前就耳聞 他說1月7號 何君祥先在一間雪茄吧 喝到七分醉 凌晨3點再去一間私人招待所 當時躺在一樓沙發上 而樓上在玩德州撲克 一名女和官聽聞後 想認識前來跟何君祥敬酒 互動時間只有5分鐘 而何君祥待到早上 在一人搭計程車離開 這個女和官在早上11點的時候 連同一位男客人 一起離開了松山區的那個場所 離開的時候呢 兩個人同時搭了一部計程車 斷言若真有什麼事 女和官不太可能 還跟之後的客人有說有笑 看似案件逆轉 但現在還有其他爭議 還有線上女藝人透露 在KTV多次遇見她 想鎖定漂亮女生裝醉拉舌 當然長得帥有些女生也願意 對此傳訊致電給經紀人 尚無回應 先前則針對被告聲明 沒預舉行為 形象大翻車真相 有待調查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